知名动漫《间谍佳佳9》 因动画的推出受到大众高度的关注与讨论 但更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漫画封面针对每位角色的个性 各搭配了一张世界经典名译 这集我们将介绍《间谍佳佳9》第三集封面 也就是约尔所作的云朵椅 由20世纪具影响力的美国夫妻党设计师 伊姆斯夫妇所设计 他们的设计领域画足了建筑、家具设计、工业设计 平面设计、摄影等 创作许多开创新的作品 经典不凡的设计在现代来看仍是完美佳作 而他们所设计的云朵椅 灵感来自于一位法国雕塑家 加斯顿拉谢的雕塑作品 《飘服的女人》 这位法国雕塑家的作品常以女人作为主题 她创作的许多曲线鲜明的雕塑品 皆展现了女性体态的柔美 并同时充满力量与活力 或许也因为加斯顿拉谢用如此读书一格的手法 来呈现女人的曼妙姿态吸引了伊姆斯夫妇 会将其作为参加1948年 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 国际低成本家具设计大赛的创作灵感 云朵椅的座椅使用玻璃纤维打造 忠实呈现漂浮的女人的造型 白色的座椅弧面凹槽 有着流畅的弧度 底座由金属钢管和十字形的石巾项目支撑 流线型的外观 让坐在椅子上的女性 好似坐在云朵上 长阳于天空之中 姿态犹如艺术品般的优雅随意 云朵椅的匿名带有双关的意涵 除了是法国雕塑家加斯克拉谢的名字外 同时也是法文椅子的意思 在凯蒂佩瑞的音乐MV中 也能发现云朵椅的踪迹 尽管云朵椅当初的设计目的 是为符合MOMA举办的低成本家具比赛 但因为座椅的玻璃纤维特殊材质 以及曲线的造型 让座椅制造不易 导致价格不菲 直到1990年代左右 由瑞士经典家具制造商MITRA少量生产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云朵弧形座椅材质 已从当初的玻璃纤维改为聚氨质 但仍不失云朵椅 原本优美且具指标性的外形设计 Invato Element整合了所有素材 帮你节省需要去不同平台下载的困扰 也不用为了各个平台的付费方案而哭闹 每月支付约400多元台币 就能一站畅行无阻的 享用网站里全部的素材 这些素材都是由世界各地的设计师 与开发者所提供 因此每周都会不断地新增素材 每次浏览网站 都会有许多全新不过时的设计素材 在成为会员并订阅方案后 会提供7天的免费试用期 试用完后 在依自己的需求 决定要继续使用或是取消方案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说明 编辑连结了解更多Emboto Element